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对话内容的消息人士透露 随着艾里克·戈登的付出以及加里克·克拉克的不俗表现 火箭正在考虑安东尼在球队中的合理位置 消息人士透露 克拉克已经展示出了足够强的表现 尤其是在防守端 火箭队想让他继续出场 以上因素将会严重挤压安东尼的出场时间 火箭正在评估如何应对这个问题 另据纽约邮报马克斯特恩报道 有一位消息人士透露 火箭不会让安东尼离开球队 在被问及安东尼未来在球队的最佳角色是什么时 火箭主帅麦克德安东尼回答 那就是他之前在球队所扮演的角色 他一直都很出色 他之前的角色是替补大前锋 安东尼今天因为流感缺席了比赛 流感是否给全队造成了影响 德安东尼表示 一些球员会流鼻水 这是一个流感的季节 需要打针来治疗 针对今天关于安东尼的报道 德安东尼表示无可奉告 我确定你们可以和莫雷总经理去聊这个 我在努力营球 这个问题 我现在没有答案可以告诉你 德安东尼说道 安东尼本赛季场均13.4分5.4篮本 戈登场均16分3.5篮板一 九助攻 克拉克长均4分2.7篮板 炫目